喇叭声响 参赛者每个剑步如飞 托盘上的啤酒也稳如泰山 一口气从大三八跑到意识亭前地 途中那么多人除了左闪右闭 还要顾着托盘上的啤酒 如果在途中用手碰到啤酒瓶声都要扣分 最后两两啤酒声多少才能分出胜负 这么高难度的比赛 参赛者全都来自餐饮界的精英 不会用交托盘的我们公司 所以一定会有些东西不会满 就算多少人都好我们都是定 不要告诉人家我们紧张 都要笑着他 每年都有一次的了 如初是今天这样跑的了 所以心情都是放松的去跑 就不是很紧张的 除了备战十足 不少服务员还脱下工作服 复古美眉庞克吉他造型吸引眼球 还有婚纱少女拿着托盘跑步 只为了给大家一点欢乐 吸引到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 欣赏这场刺激比赛 我觉得他们很贴心 给人的感觉很亲切 然后专业技能也很好呀 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世界旅游日 当局举办托盘比赛 一共有超过250名前线服务人员参加 希望让市民游客体验餐饮服务员的专业精神 澳门卫视蔡配信刘俊勇 澳门报道